1948年8月在英国的一座机场 一支剧组正在拍摄电影 电影讲述的是一位新西兰飞行员 如何在二战期间 同他的日本对手战斗的故事 非常热血 而正在拍摄的这个镜头 是飞行员们在驾驶飞机前往战场前 同妻子和女友告别式的画面 因此机场周围就聚集了大批的吃瓜群众 他们兴奋地看着几个扮演成飞行员的演员 爬进了布里斯托英俊战士战斗机的座舱里面 并目睹他们启动引擎 拉起机头飞上天空 最后还目送这四架飞机消失在了地平线上 所以你看人家拍战争片 门槛是从来都不低 你不会开真飞机还真不好意思说 我自己演过飞行员 接着我们再把目光放到飞机上面 按照之前批准的飞行计划 他们应该飞越和新西兰拥有相似自然景观的苏格兰去取景 但是他们却根本就没有出现在苏格兰的上空 而是南下意大利 在那加了第一次游之后 又飞往南斯拉夫加了第二次游 随后降落在了以色列的拉马特代为空军基地了 再也没有回到过英国的土地上 这是什么情况 演员被劫持了吗 哪里啊 他们是真的飞行员 劫持的只是飞机而已 整个电影项目就是个幌子 他们的根本目的是将战斗机运往以色列 当时刚刚宣布独立的以色列正在遭受武器禁运 无法勾进他们所积蓄的战斗机的困扰 于是伊曼牛尔卓尔 这位曾经在几家欧洲航空公司都工作过的 经验丰富 人脉也了得的以色列爱国飞行员便动用关系 用一个虚假的公司从英国皇家空军那儿 购买了6架退役的英军战士战斗机 并招募了几名飞行员准备将他们运回以色列 但是光明正大的路子显然是走不通的 怎么办 诶 卓尔突然就蹦出了一个绝妙的想法 可以用拍战争片来毁装 于是他马上就组建了一家披着羊头卖狗肉的电影制片公司 把自己包装成电影导演 并让这6架买下来的二手战斗机 摇身仪变成了剧中的道具 顺利的获得了上天拍摄的许可 然后就上演了开头那一幕 当着所有人的面大摇大摆的把飞机给送走了 对了 他其实并没有全部送走 其中一架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坠毁了 另一架则发生了故障 最后被没收了 四架最终成为了以色列空军的资产了 故事讲完了 你有没有觉得有种熟悉的感觉 对了 1979年的伊朗人质危机当中 CIA也如法炮制策划了一个名字叫做Argo的科幻电影 将特工伪装成了剧组成员 潜入伊朗去营救躲在加拿大大石家中的六个美国人 想必这是跟卓尔吃过精的吧